大家好,我是小鹅 挂面呢,别总是煮着吃了 今天分享不一样的吃法 放入锅中简单一蒸,真的实在太香了 我可以一周吃八次 一次吃两大碗都吃不腻的那种好吃 爱吃面条的一定要试一下哦 我们首先根据加拿的饭量 准备适量的挂面 从中间一掰为二 再薄薄的铺在蒸汽上 上面再刷上包包的一层食用油 这样可以防止粘连 如果不够吃的话 我们上面还可以再交叉着铺上一层 泡好之后 再刷上包包的一层食用油 再开水上锅 盖上盖子 中火蒸上20分钟 趁着蒸制的时间 再准备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萝卜白菜,土豆豆角 我们爱吃什么就准备什么 我准备的是豆角 切成长段 半根胡萝卜 先切成稍微厚点的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条 切好之后 装盘备用 一个洋葱 先对半切开 再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 抖开 和胡萝卜放在一起 配菜准备好之后 再准备一些小料 葱白切成段 大蒜切成蒜片 两根小米椒 切成圈 再来切一些姜片 姜呢不要切太小 这样吃的时候更容易剪出来 切好 装入盘中 锅中加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放入小料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再加入一些猪肉 把它煸炒出油 炒至变色 肉呢最好选用五花肉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炒香后 加入豆角 胡萝卜 洋葱等 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翻炒均匀 炒至断生 再加入番茄 翻炒均匀 接下来进行调味 加入盐 生抽 老抽 蚝油 再加一点万能的是三香 再加入清水 没过青菜 盖上盖子 把水煮开 然后关火 放到一边备用 我们的面条也已经蒸熟了 先用筷子 把面条剥散 再放到配菜里 再用两双筷子 从底部把它给焯起来 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再次放入蒸屉上 把它给摊平 摊开 盖上盖子 再中火 蒸上15分钟 时间到之后 我们的蒸焖面就做好了 用挂面做出来的蒸焖面 比用湿面条 做出来的还筋道 还好吃 四香味俱全 营养也特别的全面 全家老小都超级喜欢吃 这多视频不易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 点赞 关注 转发一下吧 点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